玉米炒葡萄 菠萝炒番茄 青炒橘子 如果您看到这样的菜 会鼓起勇气去尝一尝吗 最近呢 南京林业大学的一位张同学告诉我们 在学校食堂里也吃到了奇葩菜 什么呢 西瓜炒鸡柳 一起来看一下 这就是南京林业大学食堂的招牌菜 西瓜炒鸡柳 给鸡柳条拍粉上酱 西瓜切成丁 打汁勾芡后 把鸡柳和西瓜放在一起爆炒 最后倒上几滴醋 调味就新鲜出炉了 蛮好吃的 感觉就是 有点不可思议发现西瓜在里面 但 有点甜 之前吃的时候 感觉这个好像是西红柿的样子 然后我吃的时候才发现西瓜 南京林业大学饮食服务公司主任告诉我们 用食令水果做菜 其实并不奇葩 在西餐中水果入菜很常见 西瓜维C多 有营养 还可以结熟 搭配鸡柳又可以去腻 除了这道西瓜炒鸡柳 还有很多食堂奇葩菜被网友们吐槽 比如说福建师范大学的月饼炒辣椒 据说呢 这道菜的来由是因为学校的月饼实在太多了 食堂的师傅集中生智 发明了这道菜 真是节约能手 其实呢 只要不违背食物搭配的原理 和不尝试一下这些创意菜品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呢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食堂师傅们做不到